她们是地位最悬殊的亲姐妹 只因母亲的意外去世 父亲今又娶了个漂亮的女人 自那之后 本是千金的姐姐在家里被当作庸人使唤 而继母生下的妹妹却被宠上了天 不仅嘲笑自己的姐姐没用 而且还当着父母的面摆般羞辱姐姐 美侍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已经习惯了的她对这种事情早已麻木 可在这天她突然听到庸人们在谈论自己 原来今天是信赐父亲上门提亲的日子 他们在八卦对方到底会选哪位小姐 也就在这时信赐走了过来 暗恋美侍的她每回过来都会带着礼物 今天她带来的是当下最流行的牛奶汤 看着美侍吃下后的甜美笑容 她也不禁笑出了声 并答应美侍如果喜欢的话 她随时都可以带给她吃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 信赐又带着礼物来看美侍 但她这回却是一脸阴沉 仿佛是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果不其然 没过一会庸人就找到美侍 告诉她老爷正在找她 让美侍赶快去客厅一趟 闻眼美侍立马丢下手里的活向客厅跑去 可打开房门后 映入眼帘的却是愧疚的信赐和得意的妹妹 看着不敢正眼瞧自己的信赐 美侍已经猜到了结果 可听到信赐竟是以上门女婿的方式嫁给妹妹时 她还是一惊 也就在这时 父亲竟说要把美侍嫁给酒堂 这让妹妹都是一阵幸灾乐火 因为据说酒堂为人冷酷无情 她此前的未婚妻无一例外都被吓跑了 所以她很期待姐姐能在酒堂家坚持多久 离开客厅后 美侍撑着散来到一棵木桩旁边 这里种的本是母亲的樱花树 每当她灰心丧气时 美侍都会来这里找到些许的安宁 也就在这时 信赐临着雨走了过来 她是来向美侍道歉的 可美侍却让她不用道歉 因为她觉得自己只是时运不济而已 或许嫁出去后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说完美侍转身要走 信赐还想挽留 不过一旁却传来了妹妹香烟的声音 这让懦弱的她又不得不闭上了嘴 到了第二天 美侍带着自己的行李走出了家门 路上她回想起了母亲还在的时候 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但母亲去世后 父亲很快就为她找了个妓女 并且还有了孩子 自那之后 美侍总是会受到妓女的责骂 就连年幼的妹妹都不把她当人砍 更过分的是 就连母亲的樱花树也被砍掉 回忆着过往的樱木木 美侍很快来到了酒堂家的宅邸 迎接她的是一位和善的老庸人 看着对方热情的笑容 美侍有些不知所措 她像平时一样 毕恭毕敬地向酒堂家主问好 可酒堂却没有回应 就这样美侍在原地躬生了好久 直到庸人告诉她不用这样 美侍才缓缓抬头 这天我会出现这些人 这天我会出现这个人 像雪中的芽吹在花样 我闭了我的人生 再次动了 我会出现 工藤家当主 工藤清子 美侍人 啊… 不…